TVB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3完美留下為幕 儘管這次TVB發料狠專程把活動現場搬到澳門 但很多人依舊對TVB僅留的報警僅僅於懷 比起內如動節車牌高定、成衣擦堆的場面 港星的造型可以說是平平無奇 畢竟有些公司年會員工的打扮都要更華麗時務 但它畢竟TVB它最王牌的本都不是 是靠衣著包裝的花瓶明星而是情懷同意 今次萬千星輝頒獎典禮的最大贏家肯定是蛇斯曼 他不僅獨攬三項大獎 還拿下了最佳雀莊獎 TVB恨不得將所有榮譽全部擺在他一個人身上 蛇斯曼三次上台領獎 頒獎嘉賓一組是林峰揚義 另一組是林寶儀、羅家良 從有誰過TVB更識CP董 見到林峰那一刻仕途行者的東西統統湧上心頭 再見到林寶儀那些關於金枝玉葉的二男平開始攻擊我 蛇斯曼來源助長又摸出一隻哨子 他吹響哨聲 召喚出吹髮佳白的張志琳 隔著24年的光陰 錯過個個和竹君豪的往事一幕幕佛爾眼前 上當初因為拍這部劇張志琳 和蛇斯曼的飛聞甚囂塵上 媒體拍到蛇斯曼被張志琳摸包紫揚 兩個人在片場互動熱絡 搞到袁永儀要拿親自看場 宣誓主權 那個年代連飛聞都這麼鮮活 蛇斯曼當時被招街制性 現在他是三了事後TVB聚落的出手女藝人 張志琳當年都未結婚 轉眼就八了頭髮鬍鬆 個兒子都快上大學啦 頒獎禮最後響起了 抱緊眼前人的BGM李文周海薇 個個屬的面孔化作永恆 今次頒獎禮 羅家良、林寶儀、林峰、楊兒等一眾大牌翻巢 蛇斯曼三豐事後 陳豪再拿視帝 漢德出來TVB依舊沒有放棄 他們打算請老人回來拍劇 穩固忠堅力量 都沒有忘記捧新人上位 再加TVB山頭文化盛行 新舊勢力交代 本議為頒獎禮之後的慶功宴會 是暗流衝動的局面 誰知竟然一派和諧 慶功現場最受關注依舊是謝斯曼 曾志偉和他熱情聊天 其次受關注的是新民旅王劇組 整組人亡著級高海寧過生日 高海寧拿獎的時候 再在台下的蛇斯曼哭了 慶功現場豎起這一幕 蛇斯曼恨真誠的說 他是真心為高海寧高興 眼淚根本忍不住 TVB一眾女藝人 再者個增多足少的地方賺食 大家向來認為他們之間盡是勾心鬥閣以如我詐 事實上共同面對喜喜樂樂 他們是同事是對手也是老友 高海寧在TVB的起步很艱難 我從小到大對自己要求都瞞高的 讀書的時候成績挺好 在學校裡也有很多職位 一直都瞞受老師、同學喜歡 參加了講者之後入行 突然一下全都變了 剛開始高海寧在TVB都是因為風滿身材被關注 法網追擊是逃行者金蕭大廈發證先鋒三天梯等劇 他的角色無一例外 都是風情性感小三類型 香港師奶提起 他總是帶著莫名的憤怒和厭惡 他們將高海寧本人和劇女的角色混為一談 讓高海寧的日子十分難過 甚至一度抑鬱 姐姐和蛇斯曼都懂 當年蛇斯曼也被周階制性 TVB根本不看好他 如果不是因為當年港者冠亞軍 忙著曾男人無心事業 資源根本輪不到蛇斯曼頭上 蛇斯曼熬到2006年 遇到了鳳凰絲重咒 他一次挑戰祖孫四代的角色 終於被觀眾認可 他是有演技的 那下TVB事後時 蛇斯曼再抬上一筆成聲 高海寧的路更長 他遇到許詩情整整花了15年 15年來他經經業業 數次遭遇事業或鐵路 終於等到了今天 班長時他說 希望在座的各位 都能等到屬於自己的代表作 作為演員 這輩子有自己的代表作也就直了 慶功現上蛇斯曼僅僅抱著高海寧 我好替你開心 誰說女人之間沒有真友誼 只會扯頭花 這一幕感人之心 另一邊 馬國明的畫風完全不同 馬國明今年迎娶了湯鎮中女兒湯洛文 也拿到了馬來西亞最受歡迎男主角 還得了個非常幽默的聚佳著莊獎 馬明自己都不敢相信 這身醜衣服會得獎 這次頒獎禮 羅家良林、保兒林峰、張志林統統回籌 這群大佬和TVB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恩怨往事 TVB曾經出過三個三界時代 分別是羅家良、郭晉安和黎要場 其中要訴羅家良的離開最可惜 他在TVB時用呼風喚語形容不諱過 當年四大花彈 《誰和他沒點故事》 羅家良和酸圓的CP粉至今活躍 《晴天藍和丁善本》 《雪盈和家立》 《你必說你忘了》 羅家良的CP除了酸圓還有張可怡 當年的頒獎禮哪叫一個精彩 羅家良那時代時 酸圓為他浸成望膚癌 得意忘形時 卡也曾不打招呼親吻張可怡 年輕的羅家良秋之煙 就迷死一群女人 說他又歲又渣 相信你也同意 他在事業巔峰 因為感情離開香港不想發展 這麼多年 再也沒有一個像樣的角色 中間也試過回籌 可惜富貴門和語蝶和無效果都差強仁義 再出身 他已經被生活磨去了寧角 成了一個面部浮腫的路頭 他身邊的林寶怡 離籌無先後去了對家 按TVB的秉承 一定是要記仇永不錄用的 焰如今外界情況惡劣 大台求然若渴 也故不得寫寫了 林寶怡不僅擔任班長嘉賓 還透露口風明年有機會回TVB拍營精十二 大哥們在場 馬國明不知覺的 就回到了小弟的身份 慶功現上 他隨便穿著一件牛仔衣 端著食物串來串去 當年他是憑衝上雲霄 進入觀眾視野 這麼多年過去 馬明也是拿過史大的人了 可他依舊那麼接地氣 說起衝上雲霄 十年前那個頒獎禮 想必中愛TVB的各位都忘不了吧 十年前 衝上雲霄以火爆的程度 和今年的新聞女王不相上下 張志琳憑借劇中 《Q摩的精湛》演繹提名時代 他信心十足證券在握 然而 最後得獎的 竟然是根本沒到場的王子華 張志琳得了個觀眾票選的 最受歡迎電視男角色 當時張志琳明顯是有情緒的 他接過獎項後 再抬上雪道 這樣是不是代表TVB不喜歡我呢? 為什麼要全民投票 我才拿到獎的 其實親生仔固然可愛啦 但有一種孩子也很可愛 就是當你需要貪門的時候 他會及時出現 這種就叫義氣賢女 事後張志琳解釋只是開個玩笑 但是你懂啦 成年人的真心話 很多時候都以玩笑的方式說出來 2013年後 張志琳和元穎兒夫妻就開始不想發展 在內地上遍夫妻當真人壽 披經殘忌的哥哥 張志琳上了兩季 勞金無數後 因為他們屢次在節目裡扮分禮 再加上兒子的不省心 這對夫妻後悲似乎有些危險 這個時候 張志琳回歸TVB班長 是不是釋放了重返港圈的信號呢? 當年衝上雲燒一口氣推出了吳卓希 陳建峰、黃忠澤、馬國明四個無頭小火 他們演技慈亂、氣質清雜 好在個個歲氣有型、青春無敵 今年黃忠澤憑借廉政追擊 拿走了大灣區最喜愛TVB男主角 人人都說是樂意玲為愛帳謀前程 但小編反而覺得這個獎是TVB 希望Bossco回來拍戲拋出的橄欖子 當年的四小生 林峰最先斬路頭角 黃忠澤後來居上 馬明如今掩然是TVB台主持 說TVB時代是林峰心中意南平 大家都同意吧? 林峰在TVB這麼多年 一直被認為是受寵的親生仔 可他就是抹拿過一次時代 7次入選最後5強 7次陪跑大熱倒走 估計他自己都有心理陰影了 離開TVB後 林峰其實也沒有什麼作品? 眼見口碑越來越差 這次回籌班長獲許也是一個信號 班長禮慶公然上 蕭靖南只著馬過明說 得到最佳衣著 你好好呀 馬明回 聽起來你好像再罵我呀 他還是哪個馬過明 一點價錢都沒有 想當初 毛氏五小生 陳建峰最早離籌 因為為人教真 受不了山頭文化 第二個走的是林峰 原因自然就是沒有獎 不是後鳥 黃忠澤和吳卓熙沒心沒肺 游戲人間 早就選擇恢復自由身 回去班長還要互相調侃一番 我沒獎 你有嗎? 五個人女笑到最後的 竟然是老實人馬過明 他年紀最大起步 最晚外形最普通 虎傲多年 終於在2019年 他憑一步伯式強人拿了時代 今年 新文女皇女他的演繹 同樣深入人心 兜兜轉轉 他也好 蛇絲曼二霸 都已經活得足夠清醒 他們沒有因爲上位 喜營於息 甚至耍帶牌踩身人 他們只是低調做人高調做事 蛇絲曼曾經說 反正我那麼喜歡我的工作 反正我那麼享受我的人生 那既然都沒有答案 就繼續去享受 繼續堅持我自己的目標 工作 理想 態度 成熟的市場會懂得 尊重所有努力的人 作為靠TVB下方的觀眾 希望大灣區能重放輝煌